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汉的长江边 带大家看一看像江水的上涨情况 然后这里有一根很粗很长的铁链 它是用来锁住床枝的 不让它漂浮到长江中间去了 秀吉邦邦 可以看见曾经江水啊 它是浸泡过这个铁链 现在江水呢 没有以前网粮那么高了 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这根铁链长长的一直延伸到长江的底部 旁边有床子的话可以把它锁住 这里还有一个细的铁丝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有连带感 前面还有一个铁路码头 以前没有长江大桥的时候 火车是通过那个码头运输过去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大爷正在这里锻炼身体 好像是两个手撑着 然后呢 他在这里撑着 武汉的大爷闲情雅致 看到没有 挺好的 也建议大家都出来活动活动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很有台阶啊 以前呢 在农村才能见到这样台阶 在城市里面也可以看到江水边啊 都是大同小异的啊 看到这个位置没有 这两根铁链长长的 然后还能看到武汉的长江二强呢 然后这个铁链一直延伸到长江里面去了 很多人都感觉到不明 所以然这个铁链到底有何用途啊 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 这边是武汉的长江边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台阶啊 可以下去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千万不要到江边游泳 嬉戏游望 然后前面是武汉的长江大桥 一桥飞驾南北 天前变通途 很多人在这里游泳呢 这位大爷在这里游泳 大冬天的 已经到冬天了 其实这个江水还是比较暖和的 但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尝试 他们是专业的救援队员 就是长江里面有人溺水了 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去救援 前面呢 就是这个位置啊 像一个寥望潭一样的啊 然后可以看到已经有裂痕了 当然这也无所谓 这个不要紧 上面还有一些特殊的标记 看到没有 这个标记是什么标记呢 我不太清楚啊 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吗 好壮观啊 旁边还长满了一些草啊植物啊 然后这边呢 是一大片的姜汤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酒店 然后在武汉的龟山下面 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啊 吃吃饭 吹吹江峰 看看江景 晚上这里灯光秀特别的美 有机会带大家过来看一下 前半部远处就是武汉的长江大桥啊 一桥飞驾南北 天渐变通途 站在这里还能看到武汉的黄鹤楼呢 前面呢就是那个码头 你知道以前呢 没有长江大桥的时候 那从北京来的火车 去往广州 那要经过武汉 华中的枢纽嘛 那就通过这个铁路啊运过去 还有一些轮渡啊 货船啊 从这边运过去 通过轮渡啊 船只啊 把它运到江顿面去 当然现在由于长江大桥 已经修好了 很多连过去了 这个位置啊 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文物了 历史文化遗迹了啊 如果来武汉游玩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 这边是两条铁轨 然后这边有人在这边玩呢 看到没有 哇塞 这位置啊 断掉了 下面呢 还是比较危险 我就不过去了吧 好了 今天这条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是武汉长江边的所见所闻